曾捷克来美国40年 曾是美国航空管制系统的 电话交换机工程师 后来又从事网络交换机工程 他表示 多米尼系统的设计是可以修改的 既可以在现场修改投票结果 也可以在远程遥控 多米尼投票系统都是独立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 里面的软体 可以被篡改 这个设计可以在当场 所有的票都会送到这里来 然后在那边计票 里面的人只要熟悉这个系统 可以在那个计票所里面修改 他这个系统可以当场微调 就是熟悉的人才微调 所以有的系统还可以从远端遥控 SITO 这个是一个公司 什么公司呢 它算是一个Data Bank的公司 就是说好像所有机房都在这里 它是一个电脑中心 它也可以从这里遥控到每一个 这个Dominion的系统去 所以它也可以在及时上 在远方遥控 另外他表示 多米尼系统数据是可以存档的 并且可以通过IP地址查询数据 从哪里来 因此可以对作弊进行溯源 这个交换机系统我们设计的时候 通常这个每一个政府规定 你一定要存这个档案 你所有的Data要存档 比如像美国的话 你要存档 它好像require你要几个月的 所有东西都要储存起来 比如说有犯罪的时候 你可以及时查到 这个所有的ISP Service都有留档 包括你的住你从哪里 要送到哪里去 这个都有记录的 他还指出如果在摇摆州 仅需要调整3% 就会导致选举结果被反转 Dominion这个设计很好玩 它是在3%内 就是它可以调3%内 所以他们就是在摇摆州里面 特别去注意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特别在摇摆州 下了很多功夫 因为摇摆州就是说50-50 那为什么调3% 差距在6%以内的话 都可以我胜 我赢就是 我把你减3 我加3 那又不是就赢了吗 它这个软体也是这样设计的 特别为摇摆州 差距在6%以内 可是它的限度可以调3% 而且不是一次调 它慢慢这个时间慢慢调 慢慢调 慢慢调 看那个局势变化 目前多米尼投票系统 涉嫌选举欺诈的问题 已经被川普律师团队告上法庭 新唐人记者杨阳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